风居住的街道钢琴板,在福州人的眼里,谁是最帅的人?是他?是他?还是他?你评价帅的标准是什么? 在乌山君看来,帅有很多种,有些英俊潇洒,有些体贴顾佳,有些助人为乐,还有些,在福州,有这么一群人,帅到没有边际,福州就在现场,兵哥哥在厅里沾满泥巴的鞋子,他们泥巴活满护腿,汗水湿透一杯,依旧不忘初心,我不知道他们是谁,却知道他们为了谁,为了福州人的岁月尽好。 在他们当中,总有一些人和事,让我们难以平复,姚维君,23岁,福州,罗元人,2017年5月2日40时15分时,您的镇容县炸洋枪南洋称一民房起火,松就一名被困老人过程中,民房中复强体突然倒塌,将参与松就的消防战士姚维君门牙,后经常就无效,姚维君壮烈牺牲,姚维君是福州罗元人, 年仅23岁,张国良,21岁,福建,福州人,2013年12月10日晚,福建省公安边防战士,福州人张国良,驾车配合民警时罗时,遇到不法分子暴力抗法,被悬空拖夜30余米后,重重摔到地上,11日凌晨3点20分, 张国良,隐身事故于严重,抢救无效,光荣牺牲,刘景泰,21岁,著名某部,战士,2016年7月,福州受一号台风尼伯特影响,战士刘景泰在明清执行抗洪就在任务中,不幸牺牲,且动了亿万人的心。 刘景泰入务五年来,他总在危急时刻正当先锋,用实际行动践行自己的座右铭,那些猫藏天下人,量简单的天下事,刘景泰被批准为烈士,追击一等功。 郑中华,23岁,福州,常乐人,2004年7月7日,将乐县普将暴雨,山洪爆发,消防战事,福州常乐人郑中华,用尽最后力气将六名于显身中推上了岸,自己却消失在湍急的洪水中,壮烈牺牲。 同年11月27日,国务院,中央军委队受郑中华同志,强行救援勇士荣越称号,在福州,危难之时,总有些人冲在最前方,生死关头,总有些人举重若倾,他们,从来就这么硬。 探风期间,某部队在有太北门清理桥面杂物,探风期间,武警福州支队班长阮文超,救起落水群众,消防战事强行救灾,总是冲锋在前。 探风期间,武警某部队战事跳进印井里排除堵塞物,他们,这样序列,2018年5月8日,武警福州支队官兵,在福州米江流域参加演练,新华社记者宋文伟社, 连人民日报都心疼了,他们,这样吃饭睡觉,一碗泡面,一口快餐,进成了最美的食物。 探风苏迪罗期间,石派福州消防战士们的伙食,哪里都能成为你们累倒后,小气的场所,谁不为之感动。 探风期间,战士们面上一眼,为了更好的投入战斗,军人酣睡,或是无忧,或是太累,无论如何, 他们永远整个待旦,2018年台风玛丽亚登陆前夕,东部战区某旅紧急转入抗台抢险工作, 2018年台风玛丽亚登陆前夕,福州消防部队取消所有人员请休假,随时做好防训就在出动准备。 他们,在哪里?在抗红一线,2017年8月1日,常乐连将浮清预降水量,突破历史极值,部队战士守护群众安全。 在救灾现场,哪里有灾情哪里,就可以看到部队官兵的身影。 台风期间,明清白掌站前方爬房,祝荣某部官兵下车跑步奔赴救援,因将曼城时,又见子弟兵战斗的身影。 台风过后,部队官兵在永泰县城清淤,在我们的生活中, 今年7月22日,福金义工厂高温煤炸粉尘泄露,接近两个小时的救援结束后,这群消防战士冒险救出被困工人,却跟从墨这里捞出来一样,人民日报微博着,这是史上最黑消防员。 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,今年7月27日,福州一场灭火救援现场,消防战士挥寒如雨,在现场的一辈普通百姓陈仪,看在眼里腾在心里,甚至还落泪了。 他像母亲一般,主动为下来轮换的战士们,地上引用水降温,用毛巾给战士擦汗,谁能不为之动手? 福州还有很多这样感人的画面,台风期间,武警某部队士官党员胡磊,在永泰县倒他房屋的废墟中,帮屋主找出人民币现金3.4万元,金项链一条,金戒指,两个,金手镯两个,纯折两张。 台风期间,在永泰城郊,官兵们集中升至旧地区台县厂制作单架,将一名瘫痪老人转移至数公里外的安置点。 台风期间,消防战士在永泰县城转移被困群众,台风过后,福州永泰县城万人空向送别死地兵。 这位战士被市民的热情感动得流下眼泪,把一件经节,让我们一起转发,向中国军人致敬。 你们是我们身边,最可敬,最可爱的人,福州日报社新媒体中心出品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